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蛋 这个呢蛋呢是恐龙蛋 然后这个恐龙蛋呢是叫一个growing pet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会成长的宠物 然后这个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做的一个实验 然后上面写着呢我们要把这个蛋呢放到水里面 然后放24小时之后 然后它就会孵化成我们的一个小恐龙 这样的一个绿色的一个小恐龙 长得有点像霸王龙的样子 它是适合于0到3岁的小朋友 但是如果小朋友比较大想玩的话呢 也是可以玩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呢先把我们的这个恐龙蛋的包装拆箱 然后外面呢包裹的是一层纸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纸呢撕开来 然后这个手感呢是感觉是像真正的鸡蛋一样的外壳 而不是像那种塑料 听起来呢脆脆的 然后感觉手感呢是像一种陶瓷 而不是说像那种塑料薄膜 真的是感觉上比较像一个真正的一个蛋 一个能孵化出来一种小生物的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底部有两个孔 顶部呢有一个孔 然后呢看起来呢我们先得要拿一瓶水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玻璃瓶里面 然后放24小时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 然后是这里我拿了一杯水过来 然后把我们的小蛋蛋呢放进去 它是很快的就降到了底部 真的是比较可爱啊 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孔龙蛋呢是在我们的杯子里面 然后它在底部 我们大概要在这里放了24个小时 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呢是分开来做的 所以我们先做前面一步 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我们的同样标题的视频的第二个部分 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看我们的结果 也就是24小时之后 当然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能给我们点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呢是在视频的下方写信留言 告诉我们你最新看到的视频是什么 然后呢也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时时收看到我们最新推出的视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